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伟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谈谈真陆沉 之前我们介绍过很多国家 如果在现在气候变化之下 不敢说整个国家 即是有些国家经常消失 你记住,有些经常消失 好像我们这些太平洋倒角 有机会整个国家不见了 有些国家就是重要的城市 可能是绿沉 沉入大海 原来好像这个国家就是曼谷 曼谷是很多人喜爱的 受欢迎的旅游之地 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就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造成海平面上升 而这些国家的国土将会沉入海里 当然如果你有些措施 气候变化各方面做好些 应该好些 好像位于东南压的泰国 就被专家警告他们 你们首都曼谷 最快在七年内就会沉满 如果泰国政府不及时作出应对的话 恐怕酿成 这个过万亿的经济损失 也影响着一千零四十五万的民众 泰国商会大学 他们也引述研究了一份报告 就说每年吸引大批观光客的曼谷 由于地势被曼谷 也经常水浸 你知道曼谷有很多河 未来最快七年就沉入大海 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上千万人受到影响 这份报告也说曼谷有80%以上的面积 有机会沉入大海 估计会造成18.6万泰匹的损失 当然这个数据非常大 这个数据最少是几万亿港币 即是四万多亿港币 始终曼谷是一个相当出名的 是旅游城市还有其他经济 也是泰国的主心骨 会影响1045万人 早在今年五月 其实其他专家也说过 曼谷有可能在21世纪前被海水吞吹 当然由于气候变化 这个日子会更快 泰国政府应该做好预算 建造一个水坝或沿海公路 同时是要管理好沿海土地的使用 同时就种植红树林作为吸收水分的缓冲区 另外各界都要分散投资 并且啟动保护晚谷和周边地区 例如沉没的相关投资 另外为什么会陆沉 之前很多大城市也是 很多高楼大厦 始终成重都有限 所以可能之后对某些建筑物 要限制它建造 另外泰国气候变化及环境局副局长 也说过 针对曼谷面临的气候危机 政府现在正在研究运营措施 将会参考荷兰做法 因为荷兰其实有很多地方 比海平面低 怎么办呢? 就想建建防堤的方式 来防止海水渡官 又或设计另一个国家 就是东南的一个大国 印尼是千刀吗? 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为了千刀 不代表曼谷不妙沉 是的 解决曼谷每年 每逢雨季就引入 引发大水患 都是要做好些疏水工程 这事也事不容易 也不是那么容易 除了曼谷这个出名的 旅游城市出事之外 原来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城市 就是希腊的雅典 其实不单止希腊雅典 整个希腊都有机会 欧洲大陆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个州 只是300米 由于全球暖化 也造成海平面上升 某些海拔较低的岛序和陆地 会有大洪水 或者已经出现结构性的损卖现象 例如土耳其 以及希腊外琴海地区 就很厉害 大家知道 曾经在过去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孕育之地 也很漂亮 很多名声古迹 更是塑造西方世界的文化推手 文化底蕴很浓厚 但是当然希腊代表爱琴海文化是一个典型国家 不过现在它也可能被海水吞噬 也是另一份研究 也看到直到本世纪末的海平面上升 有很多地方就没有了 有超过一半的土耳其 以及希腊海岸线的历史为止 将会永久沉入水底 其中土耳其外琴海历史遗迹更是三分之一 是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这个也是来自希腊 是杜鲁姆大学的研究 原来它是根据全球和当地 海平面上升的状况做了数学建模 发现未来五十年内 海岸线 当然它不断地 海平面上升 海岸线近了很多 就有147个考古为止 包括城堡要塞 塔楼、桥梁、墓地 还有其他的遗迹 就会被吞势 再分析 有464个小部地点后 有34个地点被认为极高风险 19个地点被认为高风险 27个地点就存在中等风险 其中土耳其最频率的位置 就是古城克尼多斯和卡洛斯古城 以及伊芝密尔省的古港口城市艾莱雅 海平面很厉害 原来就是上升一公尺 其实很多 上升一公尺 这些位置已经泡入水中了 如果气候状况不佳 导致海平面上升三公尺 其他知名的古城 如佛所说的 米利都 富萨达斯城堡 还有奥林波斯古城 这些真是著名的 还有帕塔拉古城等等 这些世界知名的遗迹 全部被海水吞噬 为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 地球科学家已经表示 应该尽快 帮这些遗迹做研究 另外一方面必须 当然是减碳 也要减轻自然灾害 这个就是从减碳做起 以免人类这么宝贵的资产 一旦沉入海底造成文明的损失 但不要忘记 希腊所在就是欧盟 欧盟说减碳 说要多些电动车 但是向中国电动车征收重关税 这个就是他自相矛盾之处 你这样搞怎么减碳 所以不是假的 虚偽 这就是他们的虚偽 是不是 其实联合国也在年终时发了报告 这份报告就是对海洋变点 包括澳洲大宝资也很严重 海平面上升污染酸化 缺氧蓝碳 还有生物多氧性丧失等等 进行了审查 虽然大气温度经常波动 但是海洋温度就是稳步上升的大事 报告也说 目前海洋变暖速度是20年前的两倍 2023年达到20世纪50年代 以来最高 虽然巴黎协定承诺 将全球的气温升幅 是要限制工业革命之前的2摄氏度以内 但现在已经1.45摄氏度 地中海、热带、大西洋和南冰洋 很明显的 超过2度 难听说可能人类也很近了 海洋温度上升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海平面上升 海洋吸收了 是释放到大气中90%的多余热量 而水在升温之后 体积就会膨胀 目前海洋温度升高 其实要为全球40%的海平面升高负责 在过去30年上升速度是翻倍的 上升高度已经多了9厘米 所以当时台湾应的地区便说 《我们帮你吗?》 《什么民主》这些东西 人家不是这些东西 人家希望气候变化不容易不及快 这这个地方政府不能臭米气 经常经常提到这些东西 正在 separation 照片 在 conservric堂墅亦是还不说的 全球在01-18年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15-25cm 即是每年上升1-2毫米 之后在13-10年期间 上升的速度加速到4.62毫米每年很可怕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就是主因 这也不用说了 我们难辞其咎 在93-18年期间 海水的热膨胀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占了40%左右 温带冰河溶化占了21% 格陵兰冰丐溶化占了15% 南极洲的冰丐溶化占了8% 你看看现在多热 当然 海平面上升最终对地球每处沿海和倒序人口造成的巨大影响 无论经济还是其他 你知道有洪水 风暴 大潮 海啸 这些都会导致 沿海生态系统 像洪树临溯失 所以你种 还有 灌溉水炎化 导致 农作物减产 中山和珠海 又是 涵潮 当然它是导灌 港口受损 也是大事 预计到了2050年 因为海平面上升将导致 目前居住有几千万人口 的地区 面临每年会发生大洪水 如果我们不将溫室 气体排放大幅削减 其实大家真的 等那头接近 看看大家怎样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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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